每一天我们都有2024年极端气候的灾害 希腊12号迎来今年首播热浪 热到希腊政府宣布关闭知名的景点 就是雅典未成 然后学校停课 巴基斯坦热太久了 所以很多人开始利用太阳能发电 来应对缺电危机 新疆吐鲁藩的地表温度 应该是最高的高达设施 75度还是有游客去 另外治理西班牙和美国很多州爆发洪灾 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暴雨 面临洪灾威胁 很多人的生活已经大受影响 频频拿出扇子山峰撑伞遮阳 希腊12号迎来今年第一波热浪 首都雅典气温一度飙迫摄氏40度 让游客大喊吃不消 当局家派医护人员在各地待命 并临时宣布关闭知名景点雅典未成 多所学校也停课 中国大陆北方也连日高温 多地飙迫设施40度 新疆著名景点火焰山的大型温度计 尽管已经测到地表最高温设施75度 大批游客仍无谓酷暑涌入景区 天气虽热 但火焰山景区游客却络绎不绝 大家打着遮阳伞戴着墨镜 在景区内游览合影 体验用沙堆烤鸡蛋 热浪连连来袭 印度东部的奥迪沙州自今夏以来 已有至少41人被热死 据当地媒体报道 今年3月到5月 印度全国已经出现25000起重暑病例 并有56人因高温身亡 土耳其大批民众难耐高温 西家带卷前往海滩细水 也有人选择坐在树荫下乘凉 放松身心和朋友聚会 墨西哥瓦莱斯城 一座野生动物园的员工 特别加开冷气房 将食蚁兽 鸟禽等 无法接受高温的动物们 抬入避暑 因为长期饱受高温缺电之苦 又正逢太阳能板降价 大批巴基斯坦人转用太阳能发电 就在世界各国饱受极端高温 旱灾影响时 这里中南部地区却突发洪灾 救难人员开着橡皮艇 协助数百位民众撤离 智利总统昨日也宣布 国内六个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并悲观预估灾情还会进一步扩大 不只致力爆发洪灾 西班牙旅游圣地马约卡岛十一日因遭遇暴风雨 导致首府帕尔马机场被洪水淹没 大量航班因而取消 许多无法搭机回国的游客 只能苦守在机场内苦等 或干脆咬牙多花一笔钱 临时更改航程 受到强烈风暴影响 美国佛罗里达州周三开始降下暴雨 迈阿密国家气象局警告 四个郡将出现危急生命的洪灾 促使州长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 同样在密苏里州的密西西比河沿岸 大量洪水也是几年累月不退 令当地居民生计大受影响 许多人因此出走家乡 另谋生路 上周美国东部因遭龙卷风袭击 又同时爆发洪灾 包括维吉尼亚州在内多地传出灾情 马里兰州至少有五人受伤 俄亥俄州也有八名民众受伤 TVBS新闻综合报导